从4月22号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本市所有病例均在北京地毯医院和小汤山方舱医院隔离治疗 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选派专家力量参与救治 截至2022年5月17日15时 两家医院共收治新冠肺炎感染者1185例 其中含小汤山方舱医院转地毯医院的17例 已有541例患者治愈出院或解除隔离 目前在院的新冠肺炎病例644例 其中无症状感染者105例 轻型472例 普通型66例 重型1例 在院患者出1例合并多种基础病 为重型外 其余病情稳定 无微重型病例 近两天 两家医院出院病例是110人 入院病例是112人 出院和入院的比例接近1比1 和前几天相比 出院比例数量明显增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